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提示 颈动脉斑块在中老年群体中比较常见 很多人在体检后发现 有颈动脉斑块通常都会很紧张 害怕斑块把血管堵了 引发脑梗 那么发现颈动脉斑块要不要干预 哪些情况需要特别注意呢 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记者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走访时发现 不少人是因为在体检中发现了颈动脉斑块来就诊的 有些人甚至为此焦虑和担心 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动脉斑块就是动脉周样硬化 是血液中的血脂加上局部炎症细胞等物质 沉积在血管壁上导致了动脉血管壁变厚 血管变硬 颈动脉存在动脉周样硬化 最直接受到影响的就是大脑 一旦发生斑块破裂脱落就可能造成急性脑梗塞色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脑中风 严重时可以导致瘫痪甚至死亡 这也是不少颈动脉斑块患者焦虑的主要原因 那么得了颈动脉斑块都要干预吗 颈动脉斑块离脑梗塞色有多远呢 有了斑块的梗塞的风险会增加 但是并不是有斑块就一定发生梗塞 大部分的斑块远期发生梗塞的概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那么通过一些药物的调整 有的斑块它发生了逆转变小了 所以说斑块大家不要害怕 我们有很多的办法 关键是大家要及时就医 据专家介绍 斑块和皱纹一样是一个正常生理老化现象 截至2020年 约有两亿中国成年人有颈动脉斑块 依据中国成年人血脂异常防治指南 其实大部分颈动脉斑块都不用医疗干预 那么哪些人群哪些情况需要干预呢 专家告诉我们 颈动脉斑块在体检中最常使用的 就是颈动脉超生技术 如果您在体检报告中发现这些字眼 不管有没有症状 不论血脂高不高 都需要马上就医进行干预 如果这个斑块它的回声不强 或者斑块发现了血栓 或者描述了显微帽不完整 这肯定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斑块 那么这个斑块 它导致梗塞发病 产生梗塞湿件的这种概率 它就是比较高的 如果检查结果中 有低回声混合回声的字眼 就意味着斑块属于不稳定斑块 导致脑梗塞的风险极高 就需要立即就医 那么如果报告中没有上述字眼呢 动脑本身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供血 如果在动脑里面有了斑块 如果你看到下载率 都50%以上了 它会导致远端的血流受阻 血流灌注得到一个下降 产生脑缺血的这么一个表现 脑缺血是指脑血液供应不足 难以满足脑组织代谢需求 导致头晕 头痛 反应迟钝 神经功能障碍等疾病 严重的脑缺血会造成脑功能 不可逆的损伤 比如缺血性脑梗塞 甚至是死亡 专家提示 如果检查报告中有血流不通畅 狭窄率大于50%的相关字眼 同样需要就医干预 好了 服务观众 服务生活 您可以登陆央视网 或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 搜索生活提示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